特区建设40年来,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每天都发生着变化 一些市民感慨,厦门的城市建设真是一天一个样 今天的特区技艺系列报道,我们就带着您继续去看看那些年城市的叠变 这张照片是大概84年的时候,当时是高中的同学,骑车去秋游 当时是在福夏路旁边,现在的SM附近 那个路边当时的情况就是,应该是绿油油的农田 县门岛的地理中心,大概就在江陀罗附近 当时这个想象不出来,会发展这么快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非常黄黄了 现在有很多山城啊,地铁啊,高架桥啊,住在高楼 现在是高楼林林,寸土盛景 不单是本地人,然后全国各地的人来很多 在这个片区生活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张照片是1989年7月拍的 当时的我只有两岁 照片中的地点是失明栏路 现在的中华城一带 我非常怀念当时的失明栏路人行道旁的栏杆 颜色是红白相间的 带有海鸥图案的栏杆 当时是老四期进行旧城改造 改造成了现在的中华城 这一块就是从住宅区改成商业区 就是带动了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 还有带动了那个下门的商业的发展 那现在这一块也是下门的商业中心之一 每到节假日呢,很多外地的一些游客 还有本地的市民都会到市民栏路去逛街,去购物 2010年2月25日,吉美新城在杏林湾开工 开工建设之后,各路建设大军汇集在各个工地上 那个场面如火如荼 我就背着相机抓起典型训间 开工之前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 当时新城这一片是香蕉地、甘蔗园、鱼塘 当时以为大家在说新城建设要开发 大家以为说会实现,但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这是一个吉美新城开发建设的沙盘 现在吉美新城的配套比较快 有好几个大的商场 还有学校、医院都陆续起来了 后来看到新城建设搞得这么好 我也心动,也跑来这边也买了一套 十年过去,这个规划蓝图变为现实 十年建成了一个产城融合的形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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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